不是 我不是單身的 我是陳太 話題大過了就算了 你還要刺刀我一刀 對這件事已經死了我心 沒有衷勁 很乾淨 今天只有20% 真的很乾淨 你都不止今天乾淨 你天天都這麼乾淨 你何嘗不是呢 我起碼那個年期就短過你的 我起碼那個年期就短過你的 為何我們要互相相愛 對 因為會跟這個情人節 不止我們 但起碼這個環境下 我們兩個是 站出來 是單身的 不是 我不是單身的 我是陳太 Oh no 如果這樣說 我也有個男朋友在Dondi 好 我們不要再FF了 我們先回到今天的主題 趁著這個情人節 我們今天就來講一下這個 好像在雙殘界來說 是一個禁忌的話題 就是愛情 對 這個話題是 別人會覺得是禁忌 但其實是我們自己 雙殘界來說 我們都會說一下的一件事 但是普遍其他人 就未必會問我們的感情狀況 或者說起有關愛情的任何 小小的東西都不會說 在正式開始之前 我們不如先報一下資訊 好 你是甚麼 我是陳太 我是O2 OK 我是正經一點 我是A2 我正經一點 我是A1 我很小時候 在中學時 我小時候是獨特助校 大家的身體狀況 都是差不多 或者那個圈很小 你的生活就是在學校 真的不會覺得有甚麼 跟別人比下去 大家因為真的差不多 但是出來的社會 就發現原來不是的 世界很大的 你是真的跟其他人比 你真的會欠了一大部分 那你就會 那個信心真的會越來越小 你說有沒有想跟他拍拖 一定有 甚至可能遇過一些合眼圓的人 有興趣的 但是當你真的 可能跟他聊天 大家其實好像挺好聊的 但是真的想走多一步 可能是沒有辦法發展 很多時候真的會被人拒絕 或者跟朋友去分析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我的殘疾 一定是某程度上是一個障礙 就是不開心 一定會跟朋友聊 他們有時候會說一些安慰的話 但是VTRESS那些安慰的話 我真的覺得是bullshit 他們最流行說 你會找到一個更好 你一定會遇到 這些 垃圾到不能再垃圾 除了拍拖 生命還有很多東西 還有朋友 或者你還可以發掘其他的 其他的 興趣和目標之類 什麼都好 但是 就是 不用執著在愛情 對 這個話題大了就算了 對 你還要刺刀一刀 對 這個真好看 好過那些 你會找到那些之類 對 真的 我呢 其實 最開始 我真的沒有想過會拍拖 我其實真的從小到大 都是比較內向 可能出來社會 就外向了一點 但是以前 真的很自卑 就算是說 喜歡的人 我也是沒有想過會表白 就是我第一個男朋友 就是我暗戀了他五年了 嘩 可能真是一個自卑的心態 我覺得一定會被他拒絕 那我就不如 就不要說了 這一點我覺得 是我和你的想法不同 你會寧願表白 然後被人拒絕 寧願表白 然後被人拒絕 嘩 其實我不是想被人拒絕 不過我知道 就是 如果不是 我就會繼續泥足深陷 就很影響我的 我的生活 是的 那就不如坎頭埋牆 就 快點解決了他 重新過來過算 真的很好笑 但是 這個我和你相反 然後 後來可能 玩得埋了之後 反而是 反過來 是他和我表白 但是這個 不是說拍了很久 好像都不足一年的 然後就分開了 然後去到 第二個 第二個那時候 就是高中的 因為他是 學校的TA 那時候同學都是 差四五歲左右 就不是喜歡他的 但是 去到 認識了他一年之後 可能 經常一起玩 然後 聊天 然後 就開始 有些 不同的感覺 也是沒有被拍到的 然後 但是 我又和他一樣 就是覺得 應該會泥足深陷 但是 我就不是選擇 跟他表白 然後被他拒絕 而去 完結這段關係 我不是想這樣 我是反而 自己想遠離他 於是 我就開始 沒有理他 可能回到學校 都 繼續避開他 那時候 很奇怪的 那個阿sir 就問我的 Best Friend 當像你一樣 就問 阿斌林 阿Fish 為什麼不理我 他避開我 什麼事 然後 我就 叫我的朋友 不如你 跟他講個真相 等他都知道 原來 好像 都對他有些感覺 你以他為盡啊 你一次 所以 所以呢 所以 你懂得玩 不是 那想著 他都知道之後 他都會 避開我 那我就不用單方便 避開他 那麼辛苦 然後 結果 那個結果 就是我們一起了 行了 你懂得玩 這個是一個 真的挺 真的挺 很瘦張的 那我們一起了之後 那段時間 也是開心的 也都 就是 經歷了很多 不同的 開心的回憶 然後 去到後面 我們拍了 差不多 三年又 十個月 那之後 總之 因為一些原因 就分了手 然後 我覺得那個 真是破案的 那個原因 那個原因 就是令到你 不再 憧憬 是那個原因 大哥 如果大家 有看 我拍 VTV的第一段影片 有說過 我最 我最無人接受的一句說話 就是 就是他跟我說 要是他跟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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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那麼想困住我嗎 我不是想困住他 所以 你這句說話 為甚麼到現在 過了五年左右 為甚麼我仍然會有感觸 不是因為這句說話 是 傷害我 雖然也是 前期也是 但是 我最不分氣 是我很認同這句說話 就好像最簡單 我父母 他剛剛長假的時候 去旅行 或者回大陸 或者過澳門也好 起碼要過夜 可能最短 都兩天一夜 但因為他們要照顧我 所以他們去不了玩 我又想回他 他說的說話 就是 我好像困住了我的父母 那樣 所以為甚麼之後 我不想再拍拖 就是因為 我不想困住一個 和他沒有血緣 但是 他又要揹起 照顧我責任的一個人 我不想困住他 也不想再經歷多次 這個 這麼傷心的 的感情 所以我對這件事 已經死了我心 死了我心 沒有衷勁 分手之後 都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有 也不知道 我覺得你算有喜歡過人 我喜歡過人 但是 那種喜歡我覺得是 因為 那個心 沒有那種 Doki Doki 那種 那種跳動 所以我真的 我真的答不到你 那今天我們都 淘心淘肥地 說了我們的愛情故事出來 可能是一些 你們想知道 但是又不敢問的東西 我們都 很 赤裸裸地跟大家分享了 沒錯 那就 雖然我們兩個單身 都希望 鏡頭前的你們 有另一半的 都在情人節 很開心心 幸福美滿 甜吞密密密 如果沒有情人 就 看著我們的影片 不停留一點 想不想我陪你 不用 我不想 我不想 我不想情人 最多對著你 你猜我很想對著你 很可憐你 你們 自己租了 我們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如果喜歡 就留言 記得訂閱我的IG 拜拜 程日志留住看吧 我很慘的